今天给大家发两局每年一小快递,这局小快递你看一出来带一个坦克对吧,我们是个苏军直接过来打这个小子,这小子随机到个盟军他两个美国大兵,一个坦克,我们直接用坦克点杀他的小飞熊,你是包子可可,我是肥熊。 然后这个他没坦克了以后呢,我们出个6人过来占他的油田,然后他出了个兵营先偷激烈,让他动一下,动一下以后呢,再把他电厂摸走,这个狗没有咬到,你看这狗都跳起来都没有咬到,然后这个红色干什么,红色一看我是残血坦克,他直接走过来吃惊艳,你吃惊艳你的坦克也残血了呀,然后我们甩两个地宝啊,守住我的油田,不要被这个紫色占了对吧,然后再来, 再甩一个吉祥三宝,在他家里出个兵营,把这个油田给他拿过来,这个是没有矿的小块地啊,没矿的小块地呢,油田比较重要,直接把他油田抢了对吧,然后这个紫色呢,没地方跑,跑到小红家里去,这个小红救了一下他,他看到小红救了一下他呢,他就想到小红家里去躲呢, 但是小红不收留你,你看到没有,小红不收留他,一直用围墙挡住,不让他把基地打开,然后这个紫色呢,他就破防了,他就在上面一直说,好像在口吐芬芳对吧,他在怪这个房主啊,他怪这个房主呢,一出来开了,有一个坦克的,导致他这个小盟军打不赢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红色开局,打我这个犀牛坦克,我们直接过来放漏人,偷他的油田,把他油田一偷,偷了油田以后呢,在他家里继续甩地包,你看他出两个空子部,什么意思啊,他好像是韩国啊,想造双空子部出五个飞机对吧,但是你一上来,造五个飞机怎么行,你这个双雷达是不是信号比较好,造双雷达,跟我学对吧,以前我们也经常装, 造双雷达,双雷达信号比较好,但是没有用,你信号再好呢,我已经杀到你家里来了,把你油田偷了,兵营打了,然后再打他的空子部,这样这个红色就没了,然后你看中间,中间这个粉色是个法国哟,哎哟,这个小红,这小红临死之前在我屁股后面甩了一个船长对吧,他想出驱逐舰,打我的油田,一旦这个油田爆了,我的重工都会炸爆了, 感觉会炸爆我的重工,所以说先打船长,打掉船长以后,他这个驱逐舰出来了对吧,我们不用管他的驱逐舰,广快拆他的建筑,只要把他的建筑一拆,小红就没了,直接带走, 然后那个紫色被整死了以后呢,就在上面口吐分放了,在这里骂人对吧,他怪那个房主,怪那个房主呢,开了带一个坦克的,现在我们看一下看,这个下面还有个蓝色,蓝色只有四个坦克,但是蓝色出了这么多电厂,他想造什么,想造电信杆对吧,中间的粉色的是个法国, 但是他油田爆了,油田爆了估计存款还是有,直接冲过来打电厂,他第二个巨炮好了,但是你没有电了对吧,你这个巨炮对我有威胁,等一下你召过来把我重工打了,我就难受啊,所以说,把这个隐患提前消灭,先把这个法国带走对吧,带走他以后,上面的小绿坦克比较多,那个小绿呢,跟我的坦克数量差不多,但是他离我比较远, 我们还是要先把这个蓝色带走啊,先造个维修厂,修一下这个坦克,这坦克都是冒烟啊,修一下,那边在造飞机对吧,飞机在炸那个淡蓝色,那个飞机对我也有威胁啊,等一下就打他,我手里掐了一个防空炮,就是怕他来炸我对吧,他炸我我就放防空炮,先把坦克修理一下啊,先把坦克修理一下啊,然后那个小绿呢,造了两个防空炮,估计没什么钱啊,我们有三个 油田,然后直接拖牛车过来,拖牛车过来,先把这个蓝色带走,蓝色一直在家里,出了个电线杆,你看到没有,出了两个电线杆啊,我们把牛车拍到上面,走上面来吸引注意点,他把重工卖了,你看,他把重工卖了,想再造个电线杆对吧,我们直接用牛车吸收子弹,吸收子弹,直接点他的坦克,你看他又造了个电线杆,三个电线杆,但是你电线杆有什么用,他又不能串联,不是盟军的,这苏军的电线杆没什么用,直接打破 电线杆,然后他后面有个充电宝,在那里充电对吧,我们先打电厂啊,只要把他电厂打断电,他那个电线杆就不响了,而且还得小心那个小绿啊,随时观察,如果小绿冲过来的,我们就飞防,我们有三星坦克不用炮啊,直接打他的电厂,小绿还在关模对吧,我们广快把他打断电,只要断电了,你那个磁暴兵充电也没用,他还是没有电对吧,然后再打掉基地,直接带走, 带走他以后呢,那个小绿,我们先不着急整他啊,他还在关模,我们直接冲过来,先把这个陈猫猫带走,因为他会造飞机,这飞机对我有危险,直接冲进来,打掉电线杆,直接带走对吧,然后小绿冲了,你看,小绿冲了,在打我的油田,不用慌,我们这里有三个地宝,把坦克拉过来,我有三星坦克,你冲出来,你看,我们是主战场对吧,主战场可以甩地宝啊, 现在他只剩下七八个坦克,我有三星,直接点杀,点死一个,拉扯一下,看到没有,左右摇摆,我一个坦克没死,再摇摆两下,然后再点,再点死,往后面走,再拉扯一下,你看你这什么操作,我一个坦克没死,你的坦克全部死光了,你看他心态爆炸,直接投降,他一投降,这边就直接吓死了啊,好,再给大家带来一局有矿的一块地宝, 然后下面有一个紫色,对吧,这粉色一上来就打字,他说呢,又是中间要死了,这个粉色呢,觉得中间这个位置不太好啊,其实呢,中间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他一随到中间,他就不想玩了,然后我们直接延伸过来,先偷这个紫色的冰营,不着急偷他的基地,偷他的油田,先把他冰营一偷,冰营一偷呢,他就废了,对吧,什么都找不了,然后我们再把油田拿过来,再把家里的油田呢,给他占过来, 那边两个人在打啊,那边两个苏军在打,这个下面的陈猫猫,注意看,他占到两个油田,两个基地哦,这个基地卖的可以卖一千五啊,他投到一个基地了,你看到没有,这个陈黄色对我有一定的威胁,我们先出一个重工啊,先出个重工呢,照个投,看看要不要去投一下陈黄色,陈黄色呢,你看现在发展的很好啊,但是这个上面,你看,这上面的小蓝, 先动手对吧,本来我想去整一下陈黄色的,他先动手的,我们就先整他,他直接甩了两个地宝,然后又照一个偷,要偷我重工,我们也去偷他的重工,看谁快,然后在重工这里摆个地宝,直接拐进去,偷他的这个重工,然后他又偷我的重工,对吧,直接卖掉了,你卖掉,我也卖掉,这样呢,大家都一样,除了一个坦克,重工就没了,然后他们地宝拼赢了,地宝拼赢了,在打我的矿场,对吧,不行,这矿场一爆我就死了, 因为重工出不来,没矿场重工出不来,所以说呢,我们就多招点动员兵,你招地宝呢,我就招动员兵,你三个地宝,我就十个动员兵,看到没有,动员兵打地宝比较快啊,直接把他地宝先给他打掉,然后我们再重新出一个重工啊,重新出个重工,继续招犀牛坦克,老陈黄色趁机过来搞偷袭,这下完了,这下被偷了重工,这个陈黄色偷了个基地,把基地拖过来,要抢我的油田, 这下我还拿他没办法的,那边粉色把淡蓝色带走了,这下完了,两个人夹击,这边又想偷我,直接打掉你的防空车,打掉防空车,退回来,这边打我呢,就直接卖掉,你的小飞熊还追过来,直接点死他的小飞熊,但是我的经济不好了,我这个被偷了重工,重新造一个,经济现在不好,然后这个陈黄色呢,把我的油田一拿,陈黄色现在三片矿, 三个油田,然后他想把地宝照过来,我们打基地,这边又来偷,直接点死六人,现在我比较卡钱啊,他们两个人针对,我只能把矿场退掉,把这个钱呢,全部留的去造坦克啊,然后这个陈黄色一看我跟蓝色在纠缠,他就想打这个粉色对吧,腾出时间把那个粉色带走,那么我们就专心打这个蓝色,这蓝色守不住,他比较穷,他造了很多地宝,那个地宝比较贵啊,500一个,你造两个地宝不如造十个动员兵, 你看,我十个动员兵配合四个大犀牛,直接把他吓死了,然后这个陈黄色呢,打了一下我,又去打下粉色,你看到没有,他以为他是我,同时招了两个人,然后他一看我把蓝色带走了,他又想来打我对吧,又想来打我,但是不用慌,我们是主战场,虽然坦克没他多,我们家里有很多兵,生了个三星大兵, 哎,你冲进来,你看,你坦克多冲进来,有什么用,我们是主战场啊,然后你一直打我的话,他还得小心那个后面的粉色,因为他招惹了这个粉色,你招惹了粉色,你坦克全部集结在这边,小心你加倍投利啊,你打我,你又打不死,我再甩一个地宝,我有动员兵,有地宝,你看,你能打得进来吗,打不进来对吧,坦克都贸易了, 现在橙黄色的经济比较好啊,他三个油田,四个牛,我只有一个牛,我发展比较差,但是不用慌对吧,这个是三国局面,你看,你招惹了粉色,粉色去你后方偷袭你了,然后他回去防守了,回去防守,我们广快过来把这个地宝拆掉,拆掉地宝以后呢,直接走到下面来打他的牛,先把他的牛车打掉,他牛比较多,三个牛,直接打他的牛车,然后这个橙黄色一看我打他呢,他又把所有坦克掉到这边来, 你掉到这边来,你那边又空虚的啊,你看,你还学我东整一下,西整一下,你以为你是我,你看,这个两边进攻的,他就忙不过来的,你看到没有,然后他又回去,又回去了,我们又过来对吧,又过来打你的油田,以前呢,你们经常看我一打啊,这一次呢,我们就跟粉色配合打他一个啊,因为他喜欢东热一下西热一下,他以为他是我对吧,然后直接把他油田一打,压死口生了个三星大兵, 这个三国局面就是这样啊,他现在是潮潮对吧,我们孙牛联盟,而且他也打了粉色中间啊,这个粉色呢,也比较记恨他 这个时候呢,局面僵持住了,僵持住了,我们广快补一个牛啊,这个不能让他打死粉色,打死粉色,等一下我就打不赢他了,因为我经济不好,我只有一个牛,我被那个蓝色消耗了一下吧 然后你看,他要去打粉色,对吧,你去打粉色,我们就过来,我们过来打你后方,然后又打你的牛车,你看,他一看我打到他家里来了,他把这个粉色坦克吃完了呢,他估计又要回来,对吧 你看,你学我吧,东热一下西热一下,兵分两路,你就忙不过来了,然后你回来了,我又打你的电场,他很急,他想点我的坦克,把三星坦克往后面拉,他想点我的残血坦克,你看,坦克死光了,直接受不了气 这个意思呢,学我一打啊,你没这个水平,你学我东热一下西热一下,对吧 然后我们把基地拖到上面去,拖到上面去,再开发一片矿啊 这个粉色的发展呢,跟我差不多,他也两个牛,我也两个牛啊 但是我们有三星坦克,对吧,我有三星坦克,他有三个牛啊 他有三个牛,我们直接过来,他这个坦克呢,跟城黄色交战了 损失有点惨重啊,这下他守不住我了,我有三星坦克啊 然后直接打掉矿场,再点他的坦克,他还在出矿场 这下他守不住了,守不住以后呢,你看,就要拔线投降了 哦,没有拔线啊 别看我打游戏很有实力,其实没把脚趾头都在用力 力气没软 再加上久坐不动大小腿麻痹,那我不是又可以找小力 哦,不是 妙姐腿部按摩仪放松一下了 那进到暗关一次就忘不了,两边各12个按摩头 就像小力的御手 嘿嘿,挺厉害的哦 精准按学位力道还很深入 招架不住 我平时屁股一座游戏几小时起 坐久了腿脚血液容易瘀躲 一起伸小腿又硬又酸 下一条 走几步都感觉特别沉 血压升高 还好现在用它按个十分钟就轻松多了 左转一下,右转一下 技巧不比小力差 按腿按脚还是按手都老舒服了 上新架只要268 刷 拿去当栖息礼物也是贴心又体面 而且一次就能回本 三档力度和模式 提前准备 像我就喜欢一边打游戏 一边开大档按腿 运动了乳酸堆积 也能开小档慢慢推开 修理教啊 按摩面加宽加大 再撞的腿也不怕 基本上 没有对手 热肤还能暖和整个脚底 睡前边按边刷手机 按完了人也困得不行 一整个山字形 兵分两路 放着稳不乱跑 还能遥控操作 爸妈学着快还不用老弯腰 粘上胃了 就拆下来清洗 洗完又像新的一样 这辈子估计烦不了了 我们足底和腿脚附近 有很多穴位 很多很多的框 经常疏通对全身都有好处 现在评论领劝带回家 全家也都能用得上 他们这个小九九 我都知道 一年质量问题免费坏心 保驾大促还送运费险 七夕快到了 要好好把握机会哦 送对象送室友 送自己都很不错